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事實上在審查 本席代表民進黨黨團 所提出的促進轉型爭議條例 剛才國民黨的集體發言 我看是這一屆 國民黨隊友最團結的一次 前年禮拜二在表決的時候 還有11人缺席 所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在對於轉型爭議 是充滿了抗拒 每一個人哪牌子 哪牌子哪牌子 發言論點差不多一致 市長可以看出他體體肉質 整個轉型爭議不是 民進黨獨創的 轉型爭議是國際潮流 聯合國也是在倡議的 包括剛才國民黨委員 習南也講到 這轉型爭議裡面是 也包括 這是國際潮流 東虛德的問題 東虛德是不是有轉型爭議 波蘭有沒有轉型爭議 前世在持續轉型爭議 從來沒有時間表 整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維持 這是一個最高原則 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維持沒有處理的話 這個國家 如何貧富呢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談的就是說 希望國民黨 在這一次 對於出展條例上面 好好看裡面的條文 我們講是一個框架立法 我們希望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何來包容呢 大家難道忘記了 從 所謂威權時期 威權時期 威權時期就是民國 三十四年 八十五號 日本中戰的時候 日本投降 到民國八十年 五月一號 東虛德的時期 會旨 這總共長達四十三年的威權時期 這威權時期裡面 在台灣所發生的 多少不幸事件 多少人家或人亡 不像說二八事件 那受今日審判的 包括這審判 整個用精華審判 造成了整個 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 這個難道沒有歷史的真相嗎 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提這個法 當然要還原歷史真相嘛 那轉移政議當然包括 我們前來所所談的 一定要開放政治檔案嘛 把過去的政治檔案全部開放啊 想要了解整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 我們走過這麼一條不堪的路 這些難道不應該讓歷史來還原真相嗎 所以威權 威權遺史 威權遺史的象徵 是不是要如何來處理 包括不義遺史也可以保存啊 當然這裡面很重要一個就是說 貧富司法 各位 我希望國民黨你好 只要你家裡人有發生 曾經發生被這個 對